你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 脑海里有绝佳的故事画面 却总是做不出来 拥抱战斗烟雾逃脱 每次尝试AI生成 却总是不尽如人意 如果你也有相同的困扰 千万不能错过这支影片 因为我会教你如何轻松打造一部相爱相杀的短片 还有如何一次完成多个分镜的小技巧 嘿 我是忍者妈妈 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这一集课程由我的AI语音助理Tala来帮大家讲课 让我们一起欢迎Tala 大家好 我是Tala 我的名字一指星光 就像星星指引方向 我希望成为你智慧的光源 为你带来指引与温暖 阿哲的频道最近遇到了瓶颈 虽然他靠AI影片翻身 但观众的胃口越来越大 能不能让角色互动更自然 有没有更震撼的战斗场景 画面可以更有电影感吗 阿哲尝试了很多AI生成工具 但拥抱这个动作 试了12次才稍微成功 他皱着眉头 这样下去 剪辑时间根本来不及 这时 他想起了朋友推荐的Filmware剪辑软体 有AI图像转影片的功能 听说这里有专门的战斗 拥抱 烟雾逃脱等模型 是不是能省下大量试错的时间呢 让我们跟着阿哲 一起试试看 阿哲决定 先从AI绘图开始 他打开Filmware 建立新专案 点选素材库 AI绘画 工具 输入提示词 选择风格模型 设定长宽闭 按下产生 几秒钟后 一张震撼的战斗场景就完成了 这画面不错 接下来让角色动起来 阿哲来到媒体下方 点开图像转影片功能 他先尝试自定模式 上传图片 输入提示词 按下产生 画面开始动起来了 但还是少了点细节 这样太慢了 要是太多次 他发现旁边还有许多专业的模型 他改用专业模型 选择战斗动作 上传图片 点击单一影像 提交 按下产生 几秒钟后 AI直接生成动作流畅的影片 这效果真是流畅 省去很多是错的时间 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两个人本来就在同一张图片 千万不要用拼接模式上传 否则会出现像这样的接缝 只有本来就分开的两张图 才选择拼接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 接下来试试拥抱场景 看看 AI能不能做到更自然 阿哲利用相同的方式 测试拥抱 及爱达和艾米尔 两种模型 这次的拥抱效果 比我是12次的还自然 最后来测试一下烟雾逃脱的效果吧 两段影片对比下来 专业模型生成的结果 动作确实更为顺畅 少走冤网路 才是真正的省时省力 毕竟时间是最贵的成本 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模型 像是名画逃亡 裂痕 风化 累积等等 各位同学可以想想看 在你的故事中 这些模型适合用在哪些分镜呢 你最喜欢哪个专业模型的效果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哦 影片做好了 但细节有点糊 别担心 我们还可以提升影片画质 阿哲将预计采用的影片 加入主轨道 选取 再到右手边的工具列 影片 AI工具 选择AI影片增强器 按下产生 几秒钟后 画面变得更清晰 所有片段准备好后 是时候来剪辑了 阿哲在主轨道放入两段战斗一的影片 选择第二段 点选中间工具列的倒放功能 这样就可以延长影片时间 并且无风鲜接 它比照相同的方式 放入战斗二 最后 放入拥抱的片段 拥抱一的效果比较好 但是因为前面弄错了 导致背景有接缝的问题 该怎么办呢 先将这张圆图的人物移除 再将背景转成影片 让场景更生动 之后 选取拥抱一的影片 点选AI人像去背 就可以了 但是 背景的时间比较短 该如何延长呢 点选背景 在中间工具列选择添加冻结针 再调整一下就可以咯 轻松搞定一部相爱相杀的影片 来欣赏一下结果吧 影片完成了 怎么保存 阿哲点击右上角绘出 将影片保存 如果想要保存个别片段 可以单独选去 点选右键 绘出片段 就可以咯 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 绘出时选择PNG图像序列 AI会将影片影格转成一系列图片 我们在筛选适合的画面 瞬间就完成了好几个分镜 阿哲惊呼 这真是太神奇了 今天 我们学会了如何用AI图像转影片 打造一部充满张力的作品 还学会了AI影像增强 剪辑合成 一次完成多个分镜的小技巧 阿哲从一个苦恼的作家 变成能够快速制作影片的内容创作者 你呢 是不是也想试试这款AI工具 现在就点击影片下方连结 体验Firmware AI的强大功能 让你的故事 不只是文字 而是视觉的奇迹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 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